给大家看一下设定机有什么东西 前走你不是要盘他吗 这些都是设斗村的一些装饰啊 后来我们是后来那种设斗村把那个背景改了吗 这个是爱欧雷 爱欧雷 然后这是现在用的爱欧雷 水晶花园 水晶花园现在用的是右边这 但是他以前还挺多想法 水晶花园的内部 水晶花园的内部 在国大长沙阿斯王 水晶花园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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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万神殿 然后这个是赫里西安 万神殿的东坡 还抱紧长宝 在贝德罗斯的办公室 这个是魔法命令 还记得当时有一个 那时候 有一有一张壁 我一看好书写 尖尔湖的一寸 这是他们中间去构思过这一些地图的一些地图的想法 然后他中间设计过这么一个中凸型的一个地形 那最终还选择这样 他选了一个波浪型的地图 然后这边 他以前想过这后面的这个后面的山啊 可以再空一点的 其实这一次没最终版本并没有这么空 这是阿里山是那个台湾 台湾的阿里山 我国府只开了一个版本 这就是他们森林的小车 阿里山的山顶 卧虎藏龙 就无天山 这就是他们在山顶 飞红 预愿的南京路 上海 国都上海 上海外摊 他能量有限 我没有办法 设定机也是抽 三百干四百个牛蛋 不能说的故事 不能说的故事 是在2017年的10月份 那时候才开 而且只开了一个版本 他那个机还在修着 等一下那时候 玩这一轮游戏玩完 然后去那边抽牛蛋 这异世界 异世界也是两年前开了 这他的一个设定 就是他将自己包围在一个旋转的旋转的一个星球上面 然后你是可以操纵他的日夜 所以他真的很天马星空的想法 是爱尔路纳 爱尔路纳也是两年前的 我就开一个版本 但是经验经验非常丰富 这位开拓的那部分 他那个 他那边有一个boss 那叫 莫奈德 莫奈德是去年出的 他那个副本非常的长 也做完要六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他的地图 毕竟做得非常好 这个concept 是他的concept概念 然后他们经过商团 这个商团的完成 作品非常立体 非常立体 因为它是一个2.5滴的一个地图 这个是他那个莫奈德的卡夫塔配 所以他们燃烧的村庄 莫奈德的地图也挺多的 他们那个村庄 还有外围 防御战 那个爱尔那个 他们那个地图 那第二部分是 橘色片 有2014年那个热热的时候 他们那个冒险家的形象 战士 这是以前的 以前的战士形象 有哪一个战士 他们订稿之前画过不少的战士形象 拿斧的 拿这个毛的都有 那他最后选定的用的 最后选定用的是那个单手剑 这是魔法师 魔法师的形象 这是以前的魔法师 那是大概是004 05的时候 那时候出的形象 十年的之后终于终于换了一个形象 他们这个长帐 其实也是不也是想了不少 只想 我觉得这个跟那是最像 这个最像 冲箭手的形象 这是以前的形象 飞侠 这 这个是用那个短刀的 啊 他现在改的飞标 好像差别不大了样子 两个差别不大 他引双刀 他们关注的三战不一样的点就是 他这个拿刀的姿势 不一样 他们也想过不少的肤色 还有那些发型的问题 双刀这边 双刀这边他的想法真的很多 首先他这个斗篷 然后后面有把枪 这个背后 他背后要有 这想过一把盾还有一把剑 叫盾牌剑 然后这边他又想过这个 要 这把剑的 烧的位置用很远 火圆 这边还想过 盾牌 牌道 牌道是零八年出的 那 那 火炮的手 恶魔猎手 我一个猎手是 一二年二月初的 他们为了这么一个形象直接想 首先他们从视角来讲 肯定从 从右 他是从左侧 那个斜视角 稍微仰视 他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考虑更多 一个就发型 一个发型还有翅膀的一个样子 你满刀吗 你是想满刀吗 这是他满刀吗 恶魔复仇者 恶魔复仇者是 2013年 7月7月初 他同样是恶魔复仇者 但是他这个 他考虑不一样的点 拿刀的姿势 还有他这个 叫 叫什么 他们这把剑的 他拿了姿势 也不一样 这些剑的形 形态也是不一样 7月6 暴弩游侠 暴弩游侠和 和幻灵斗师 他们两个是同事出的 机械师是 后来才出的 机械师 机械师 他的草作 他其实 他最初的时候 他画的时候 先把轮廓画好 然后就上阴影 最后再上一些 在外面那些 子弹壳 他们最初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 那个机器的形态 是不一样的 有的像石头人 有的像白雪人 他最后采用了这个 方形的结构 没有 他没有采用这些结构 这个是煎冰 煎冰是13年8月初的 然后在他们的 女性形象 是这样 女性形象 这一个是用了 这张是用了壁纸 然后这些可能是 可能大家没见过这些图 看这张图应该见过了 就这张图这张图是一样 这个是双弩精灵 是 12年12年1月初的 双弩精灵 要是分享是不是 双弩 他因为的名字又叫做梅斯 梅斯底斯又叫梅塞德斯 双弩他这边的 以及他最初的时候的考虑 他考虑点也不一样 一个是发型了 发型有的是 有的是扎起来 有一些是 留长发 然后有的还拿 还戴眼镜 然后就姿势问题 那最终选的才是 跟这个最像 这是幻影 幻影他就是 还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他的 怪盗的帽子 然后是卡牌 再加上一个 手帐 这三个 然后他在最最开始的时候 一个是姿势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的考虑就是拿什么 曾经在这边拿过一个宝石 这边还拿剑 夜光法师 月光法师是13年 一月出来 你办法是他考虑就是 一个是光模式和暗模式 然后他拿的 叫双头杖 而且他不戴帽子 他以他在设定的时候 他其实考虑的不少都是戴帽子 最终的选择也是没有戴帽子 只有一个是没有戴帽子 等一下 龙神 龙神是10年6月第一春 龙神 他的特点就是运用这个马导龙来作为辅助攻击 但是他设计 就是去思考这个马导龙 其实想了不少这种形态 你看现在各异 马导龙 想不到马导龙这么多的 这是隐约 隐约是 隐约是 英雄团之一 但是他因为 视频是 是因为受到诅咒 所以他在跨越次元的时候就 周围 你知道你去 你是他的记忆 然后他是用纸节 作为武器 那么纸节 他这个姿势 他不一样的点 考虑姿势 战神是 09年12月15号出来 然后 安静利巴斯的巴黎蒙天使 黄龙战士 黄龙战士用的 用的是 双手剑 因为他是 狂龙战士 他是 他是 他是穿着盔甲 这个盔甲形态 应该 变化不大 但是他更多考虑是 姿势问题 而且这把剑 也是 这把剑的形态好像 也有不一样的点 但有的拿弯的剑 有的拿直剑 米哈尔 米哈尔是 骑士团长 但是他单独把他拎出来 变成一个职业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本来是教官的 他他却把他拿出来 当自己的职业 黄龙战士 他这个黄龙战士是后来 他后来骑士团回归的时候 回归之后 重装 那个 改版之后 他用了这个形象 他这个姿势是一个插件姿势 最后他采用的并不是这个 最后他采用的并不是这个 而离他最近应该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最近 然后 风铃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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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黄金石也是差不多的时间 回归 最晚回归 是夜行者 他们这边 草图还没有画 头像的事 还没画头 他们草头先考虑一下姿势 然后就把 然后再把这个姿势 再补充 然后画上这些头发 眼睛 这样 这些奇奇者 其实 奇奇者也是拿指节的 然后他是他是用他就雷属性 然后运用这个鲨鱼 鲨鱼来攻击 然后他这边考虑的 考虑不同的点 就是这个发型 他的这个姿 手的姿势 他最终采用的是 跟右边这些间 有 中两个 那怎么没做 问扭乱脚 做什么啊 问扭乱脚 天洋师 我也没中 这个也有人中 这是这个 这个没有人中到今天 昨天 来第一个小时 不到这个人中 今天 这个 一样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大奖 只有 好 只有 抽 不能买 抽 什么 抽是吧 一样是 他是拿扇子 你好 咱们看他们这个草稿有点像漫画一样 看见有点像漫画 他还考虑有那个像 像天照那个战国套戴 把头盔也戴上 他们要考虑这一点 那这是女性的形象 还考虑女性长头发形象 这是杰特 杰特是我们国佛是没有 但是你可以去美佛 这美佛可以看 和他们也有翻译叫银河牛仔 银河牛仔 在那个相果侦探团里面 他的名字叫杰特 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在那个宣传读人可以看到杰特 他用的就是这个形象 觉得他是来自一个来自银河星球 他是从他是从一个飞船 然后来到了冒险岛世界 这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是一二年一二年暑假的时候出的 这也是灵芝林 灵芝林是一次年二月出的 他是运用四种动物 来进行打猎 然后他用了这个叫寻寿魔法杖 那他们在设定的时候 他其实考虑 他考虑不同的点 就是他的发型 他发型不一样 然后他拿着这个武器 一开始也不一样 他有的时候拿着魔法杖 拿着魔法杖 现在还长着一双翅膀 拍摄的想法不一样 这也是四种动物 四种动物的草稿 第三个是第三篇 NPC NPC在10年12月的时候 大巨边之后就开放了爱德尔斯坦 这几个蒙特 齐切齐 还有那个伊克莱斯 伊克莱斯 这韩丽泰 韩丽泰在这外面是打扫空 因为爱德尔斯坦它是被黑色之一占领了 所以他们在外面是必须非常小心翼翼 这就是 那怎么 格里梅尔 格里梅尔的形象 他这个科学家 然后在什么 叫希勒 希勒在飞机场那个人 这人 这就是格里梅尔 以前的形象 他把他以前 他考虑的把他当得非常年轻 然后这边就是斯瓦和奥尔卡 斯瓦和奥尔卡 他们是他们军团长 在那个进化系统那边 进化系统的考虑 因为进化系统是奥尔卡 他是被电解 然后就受伤住院 住院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形象 在之前应该见过 在他那时候去做一个商店NBC 然后这斯瓦的进化系统那时候的形象 西拉 西拉他是在幻影开的那段时间也一起开 然后他就 他后来就去了那个阿斯网 然后在那边当一个boss 这是万神店的现代广龙战士 广龙战士用了世界的形象 这贝尔德斯也是那个攻攻击队 攻击队三个成员 这是万神店的NBC 这是万神店的NBC 特里下的NBC 一代尤兰斯 尤兰斯尤兰斯好像挺幽默的 然后这个狼牙 这边是维利塔斯也就是肩冰的肩冰的一个研究基地在水下世界 他那边有一个宠物他那个作战跟尖兵一起作战的那个人他以前考虑的年纪很考虑比较胖 那在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像个猫的形象他以前做了很大这里面研究人员 这是维利塔斯里面的维利尔维利尔维利尔他后来是去了黑色天堂结束之后他就在避风港 他的名字叫不高兴 那那种 水晶花园的那些女伯 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 这是他的管家 这是 飞花园 飞花园的 血迹和红亚 这是练娜海峡 练娜海峡 这我记得大概是 飞多塔 那飞多广场那时候 后面有 飞多广场关了之后 就开这个 练娜海峡 而且一起开了还有在爱丽练 所以说你三十到六十几整个过程的一靠副本来解决现在 这是李恩的那些 企鹅 迪恩的企鹅 这些是阿斯旺 里面的NBC 但是他的设计 阿斯旺的现在所有居民都是都是去世 但他在设定的时候他是考虑他是一个存在的人 所以你也只能靠这些人来找到他现在存我的形象 那 那 我王 我王是 我王是这个 这是圣地的 希纳莎雅 他的团长 这是圣地的一些 神兽 神兽 有NBC 像神兽 这是阿里山的NPC 阿里山的BOSS叫阿优是吧 小优 小优 在蘑菇神社 蘑菇神社也是后来出的副本 前几年出的 还要扶本 而且副本很长啊 还要扶本很长啊 那 上个大线线 阿里山的 这个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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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海的NBC上海他这个他的岛 他的开头就是寻找莫托就莫托去到了上海 然后要去找他 在上海这边原本好好的一个农这一个农场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魔都的地方真真的叫魔都 在上海整个地方全是僵尸 NBC的形象 这左边是他草稿右边是他先用的形象 在上海其实有几个有趣的NBC啊 应该是冯孝峰吧 冯孝峰 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些小语 你一天再解释他解释多少遍 千百遍 你还不在那里没有约到不好意思 我给你做个小语 飞鸿 飞鸿的那个叫 Mastery啊 叫克拉奇啊 你会把餐厅紫尊上面有个鸡的扇子吗 叫时间的另一侧 有 克拉奇啊 他就是 他就是动过时光机 回到一千年前 我们一年回到一千年前的这个克拉奇啊 去做去改变他的历史 然后就 就 拿到了这个幻日 就改变历史 然后后来就那个克拉奇啊就沉沉入海底之后又 又回到了地面 纳瑞坎米勒德苏巴尼 这好像是 纳瑞坎拿到的那个 饭日是吧 这张博士 张博士 那有在机里面就只有两两两个这个 我说这这这张博士用这一个形象 那他以前的话 以前的话他考虑的就是 用完全用完全刘海或者是这种中分刘海 然后右边就是他 发型不一样啊 最初人考虑发色不一样 这也就是他们这些市民了 但他们市民其中一个人 其中一个变异之后 最接连的 接接连的感染到整个村 结果整个村 都变成了这样的 全部都 全部都出事了 这宗师 飞鸿 飞鸿 有什么都没有没 再都没有 他们五位总是 相当老人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见过这些 MPC 有什么东西 你带多少 这是你的 卖鸿 买草的 这就是圣诞录 圣诞录的 MPC 圣诞老人 基本上每一年圣诞节都会开 幸福村 这个异世界的MPC 那个巨人 巨人的形象 我突然今天玩着玩着 就会是在这场 怎么办啊 这巨人 这巨人居然最喜欢吃钱 饥饿的 饥饿的人还考虑这个 这种形象 那天 你们不是一年 往广州 这一世界 其他MPC 这一世界第3个地图 但是因为下雨之后 他就失去了颜色 他第4个地图 就是那个糖果 整个是 整个是玩具 长一样 地图 这老人 这一世界 第一世界有三 有三种死法竞选啊 这我觉得这样这个开头的 转场 挺有意思 这是爱露娜 爱露娜就是你 做一个 做一个 高铁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星球 坐那飞船去另外一个星球 这爱露娜也是格兰蒂斯一颗行星 但是他并不是官方的定义 不认识 阿尔路纳 莫奈德的爱丽卡 对一点 不友善 所以都是 这一生的 这个 还能造设计 不常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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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心上非常主性 厉害 克拉奇尔也见过 但是他并不是同一个人 好多 都有钱 这也是莫奈德其他NBC 好 这不难说的故事也就是两年前的副本 雪海 莫奈德第三个故事就是在一个雪园上 这个是他们第二个故事就是他们在那个侦探里面去推理究竟是谁偷盗 好像是泡芙啊 有一段剧情就是他要去有一段剧情是跟幻影有关的不能说故事不能说过的他第一个就是在射手村了 然后有一只魔有一只鬼的来到射手村 第四部分是怪物部分 怪物部分 黑魔法师 这个这个是在一三年小月的时候那个人改版的冒险家改版之后 他那个枫叶那个什么枫叶之初啊 他们那个剧情出现了这个 对啊 你那时候被封了 这十楼人是 射手村 最开始出现的是在怪物公园那时候是12年 然后这些是他设计的其他形象 这些这些是在黄昏勇士部落最后那个地图 但是这些其他形象他的也是有设计过的 这是解梗镜 这白草堂是08年出的吧 是 08年 08年的那段时间 07年 07-08年出的 那因为他那个他那边是武林桃园 然后那边是比林比林一个大海 这大海的话它靠海就可以种植这些节等 所以说就整个武林还有白草堂 它是一个生产中药材的一个一个诞生地 要生产中药材 那包括节梗在内 所以他那边种了就是十几年 十年五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 所以他已经 节梗就比较老的 老的形象 但是他考虑的就是这个节梗走路的形象 不一样 他有这个 这种走路的形式 还有这个叉腰形式 反正 反正节等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这个官方的一个代表 也代表性的一个怪物 也像冒险岛 他那边韩服的手游 他们三周年就用了这个节等 那是幻龙幻龙是那个组队任务里面出现 但是我那时候在想这个换龙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黑魔法 其实并不是 他就是育龙幻龙幻 然后他逃到山坡里 然后这个他下面还列了玩具成了一些怪物 这个是死灵了 然后这些小丑 然后这个是时间诡决的吧 但是他考 他在一开始考虑的时候 一开始考虑就是这个死灵 他外面那层披风 他那个一样的并不再一样 然后这个时间诡决 还有时间鬼王 他那把他弄的还没放过 然后左边这个应该没有用到 左边 玩具场 这是武功 这武林稻草好像是09年开了 那那时候只有38层 最高的一层就是武功 但 但那个时候好像不能喝药水 然后你你用三个技能 那时候还能组队进去 然后你就讲一只腰带 这些就是里恩上面一些雪人的怪物啊 这里恩上面是雪精灵 现在雪精灵全部都是用一种毛茸茸的一些怪物 但他考虑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结冰 把这个怪物也结冰 而且还设计过鱼 但是你现在没有看到鱼 但是他现在是不用这些鱼的形象 这雪人的形象也用过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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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多里 这是米纳尔森林的就是神木村那些怪物 神木村那边是哈佛林族 然后这些怪物也是哈佛林 这个是猪如怪 也猪如怪他变异之后就长了这种白色形象 而且我们是没有看过半人马摘掉他的头盔是什么样子 他自己给你看看 半人马是这样子 那半人半马的形象 他其实摘了头盔长的这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然后这边是 那个龙林 龙林那些蜥蜴怪 蜥蜴怪 蜥蜴怪你现在看到的形象是这样子 他占用了形象 现在形象 但是他有考虑过就是没有长这个 没有长这个脚 他这个颜色也考虑过不一样也长也考虑过带这个这头巾 这是他们飞龙 飞龙目前有三种 有蓝色 红色还有黑色 这个蜴蜴怪 蜴蜴怪 蜴蜴怪是在 林中之城 林中之城最后一个地图 那包括你大学变之前 你走下去 这蜴蜴怪就在最后一个地图 而且那时候蜴蜴怪那个地图 是有三层的 你要绕下去 那这时候我就想蜴蜴怪 他一刀下去两千多钱太要命了 而且就我们零四年的时候去宣传这个宣传冒险道的那个动画最后就是像小传小怪被抓走就是蜴蜴怪 这狮子王斑梁啊 狮子王斑梁啊 狮子王斑梁啊 他现在是居然长 他以前形象考虑的是这些 他的狮子 他画的也不一样 啊 但是 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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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字